昨天全杭州的航班全都延误 飞机延误到八点 工作人员居然是我的粉丝 你居然认识我 他刚才不小心被我摔 拿走我的东西就没有经过我同意 我有跟他们讲过 但他们一直都是这样 我差点就以为我是机场 影响多了 继续帮您延误 Life is good Goros 今天的任务是 回杭州 淡水拜拜 我们9月份再见 我要回去过暑假啦 等一下桃园机场见 拜拜 就是熟悉的桃园机场 朋友们 我本来今天是下午6点半 6点50的飞机 但是我今天中午的时候 收到一个Gmail 他说今天这个航班要延迟到晚上8点 是什么情况 正等下告诉你 先把行李给托运了 我今天做的是中国国际航空 鲍子们 杭州见 朋友们 我们现在已经成功过海关了 我现在可以去逛免试店 飞机延误到8点了 本来是傍晚6点50飞机 然后早上收到个邮件 说什么 因为杭州近期暴雨嘛 就是气象不太好 然后就延误了 我现在还有挺长时间的 我刚才超级无敌 开心 在过那个安检的时候 工作人员居然是我的粉丝 他刚才是问我你是阿贝吗 我刚才一愣 你居然认识我 然后他说你要回去 然后我说嗯 然后他问我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9月份的回来 然后他说超喜欢看我影片 特别喜欢看我吃火锅 阿贝肯火锅名不虚传 真的好亲切啊 在机场过海关 都能遇到粉丝 有点受宠落尽 然后我现在在这个 这边有很多好逛的店 因为我现在 现在才5点04分 我8点钟的飞机 大概是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吧 就挺快的 但是今天晚上到家 应该也很迟了 我先逛一下店 凤梨酥 牛沙糖 阿拉干芒果干 牛肉干 这个是酒 南枣核桃糕 嗯我知道 这个柠檬饼 芋头酥 我真的是乌鱼子的 乌鱼子讲 不是乌鱼子讲 其实我今天有待办事 然后在箱子里 然后我手上手提的这个 就是我今天最珍贵的伴手礼 但是它刚才不小心被我摔了一下 我有点怕的 回家之后它会被烂掉 但愿不会 大家还记得我那个 我去年11月份回杭州的时候 能照顾身体 这是一个粉丝 在我离开前几天亲手做的 给我亲自做的一些凤梨酥 它说要让我转交给我爸妈 给他们带来的伴手礼 它本身就是一个甜品师 它以前自己做的一个抹茶塔 还有一个黑松露什么金沙塔 然后寄到家里 我吃过 真的超级好吃 它真的超级牛 然后这次居然特地给我做凤梨酥 然后现做完给我送点淡水 就这个礼盒 我超级感动 我还写的这么字不暖心的字 当时不是还有隔离 我从上海到嘉兴到杭州 一路奔波 那带凤梨酥又跟着我 好不容易千辛万苦回到了杭州家 看到它陪着我一起隔离 隔离了这么多天 真的超级无敌好吃 说到我们全家的认可 真的太好吃了 不愧是用南投线的土凤梨 做出来的凤梨酥 纤维感明显酸甜适中 这次回家 几天私讯我说要给我做一个 盘培乌龙茶巴斯克 我这么千里条条带一个蛋糕回去 会不会保存不好就惨了 然后他跟我说 巴斯克是那个常温蛋糕里 最容易保存的 那我就放心了 但是呢我这样拎在手上 我希望等一下没事吧 我回去再开箱给大家看看 我其实很期待 因为真的很感动 我起飞前前一天 做完这个 我亲自送到淡水 真的特别特别有心 感动到落泪 谢谢你们的好意 刚才没想到机场都可以遇到粉丝 我是真的受宠恶惊 发生新目标 运动的女人最美丽 这个也太好玩了吧 她肯定能保存的完好无损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吃吃她了 踩得快时间过得更快 这时候我的话筒开始没电 整段都变雅语 现在已经7点34分 照常理8点起飞 7点半要登机了吧 然而并没有 我这次回去真的有点艰难 因为今天唐州下暴雨 这个气象实在不可控 我刚才以为可以验票 已经可以去登机了 您想多了 继续帮您延误 她说飞机现在刚到 所以还要需要一个小时延误 装那个餐券 这250台币 先自己填饱肚子 那我就没没想到一餐 看来看去不知道吃啥 还是新爸爸比较快 而且不会赶时间 这期这优惠欢迎参考一下 谢谢 完全不知道麦克风已经没电了 我怎么还如此精力充沛 就当我在说哑语吧 我完全忘记当时在说什么 狂炫狂炫 拖拖一个碳水脑袋 不负众望总算登记了 小心啊 小心 还要玩 好巧不巧的 和粉丝朋友坐一排 刚刚你过来的时候 你就看到 我就觉得 有点像 我看你发了那边 就像你我才确定 因为我不敢 我不敢去打扰你 他说到时候打扰他 可以 很开心 虽然延误了两次 从一小时延续到五小时 归途便漫长 我现在记得杭州了 好瑞尔 然后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是不小区啊 借我头上有吗 下不下吧 就是下面那个跨 你看看跨不过去就不要去跨 跨不过去就是你到下面穿到C口嘛 穿出来就行 现在地铁应该关门了 我真的快累死了 完今天是那个晚上我爸 完今天就没时间来接我 我就自己回来 我可以去那边 去那边 封出去了 我已经在这里了 我可以乱去这边 封事才能再大参加 我都拿一参加 我都拿一参加 你可以乱ск 你也拿到这个地方 就先拿一参加 我都拿一参加 拿一参加 你把这儿 我都拿出去了 거야 还没全醒 佳农美式就来了 我昨天不是护了它一路吗 然后昨天回来太晚了 就直接放冰箱了 我现在来看一下 它里面到底有没有坏掉 是吧 千万要记得回来上课 怎么感觉 它怎么感觉被打开过 我感觉它好像没有坏 哇巴斯克 怎么回事 它怎么变这样了 它能少了一个脚啊 我是昨天摔出去说 摔破了 但是不可能了 巴斯克应该是比较扎实的呀 怎么会约死了 怎么回事 它不会特地给我做这个败人姐吧 怎么可能 看这就很好吃 我刚才吃点木木 但是为什么少了一个脚啊 我真的一脸懵逼 所以说到底是 它是摔出去了 还是被谁偷吃了 我觉得这个 这感觉像被谁偷吃了呀 吴雨死了 我不是昨天晚上回来比较晚吗 到底是谁拿走我蛋糕 还切得这么稀巴烂 我真的 我真的对不起这个粉丝 我本来跟他说 我机场一定会好好保护回来 然后拍个开箱给他的 为啥直接变这样了 朋友们因为我刚洗完头早上还没吹 然后我就想先给大家录一下 因为我早上起来 我太难了 我家第一天有点无语 我早上起来看到我昨天那个放在外面的袋子不见了 可能直接早上被我爸丢掉了我觉得 然后呢 我又去看那个蛋糕嘛 因为昨天晚上回来太晚了 没来得及看到底里面有没有损坏 然后一打开发现怎么缺了一个脚 我真的差一点就去问那个粉丝 你是不是给我故意少做一个脚 让我让我那一脚要回台湾再补 刚才疑问我爸 就是他早上切走了一块 然后我就想回家之后 虽然说挺好的 但是我觉得第一天我就有点傻眼了 就是他们拿走我的东西就没有经过我同意 我说你你想切一块蛋糕去吗 你起码先跟我讲一声对吧 而且这个东西是 就是别人特地做给我的 我肯定是先想要拍一个开箱的视频 然后给他一个交代的 然后没想到我打开是这样 但是是我爸呢 我又能说什么呢 我只能说下次要记得怎么做 但其实一直都这样 有没有遇到这种烦恼吗 就是会被爸妈不经过同意就扔掉很多东西 就比如说昨天那个袋子 我本来想珍藏的 然后我刚才一问 确实也是我爸丢掉的 其实以前这种情况经常会发生 从小到大 然后我有跟他们讲过 但是他们一直都是这样 这次呢我又一段时间习惯了独居 然后回来之后又再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反正刚才反正是挺一脸懵逼的 我我差点就以为我是机场那个袋子不小心摔在地上 我也被我摔烂了 但是那个确实是切除过的痕迹 而且切了满 满个箱子都是碎碎 我刚才有吃了一点点 真的很好吃 肠胃特别浓 像我这种视察爱好者称超喜欢 还是特别特别谢谢你 只是我没有家庭情况 没有办法拍整个完整的蛋糕给你了 但是确实我从台北给他平安到达了我的杭州家里 这个也是我以前 就自从我自己生活之后 然后再次融入家庭生活 我有点不习惯的地方 这能说是爸妈的过度信任还是什么吗 我也不知道 反正 但是就莫名其妙 不经过同意就被丢东西 心情还是不是很好收的 但是我也不能多说什么 毕竟是父母吧 希望接下来这个事情不要发生了 我都快哭了 我感觉我那个蛋糕好可怜啊 我好不容易昨天糊了一路回来发现 但是跟大家报个平安 然后我昨天就到家还挺晚的 因为昨天全杭州的航班全都饮 我一马暴雨了下了好几天 然后机场就是在晚上12点左右 那个时间点全部都是人 所以很比较急 然后就回家也挺漫长的 然后今天就是理理东西 然后等一下想剪剪影片 趁早把这个影片剪出来 然后YouTube跟大家汇报一下情况 我一定会加油的 不要生气 我很淡定 加油 真的 对父母也不能怎么样 只希望他们真的能做到 下次尊重我一点吧 嗯 老鼠偷吃的视频 回家真的挺好的 下次会经常会 但是 任何舒服的相处 都需要存留一些边界感 尊重你我 对我们都好 对我们下轮了 我们下轮了 我可以在这上轮上 我可以在那里 我可以在这上轮上 在你身边我 我可以在这上轮上 我也有点 我可以在这上轮上